這邊 你看這裡跟比較不一樣就是 我這邊 我們這裡是做的上鮮 然後它的深度 跟加上我們剛剛加高的50的話 這裡將近有1公分 所以可以放什麼 各位可以看到還有電風扇 或者是行李箱 還有什麼吸塵器之類 比較大型的 對 沒錯… 所以這個門片 是做來裝飾用的了 對 這個是個假門片 那這邊呢 但這裡就是真的了 打開的地方 打開的對不對 對 它也是有一個比較深的收納 只是我們這裡面 多做了一個成板 讓它有一個分隔 你還是可以放一些小東西 跟大東西這樣子 OK 那這成板 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把它拿起來 放一個比較高的東西 對…沒錯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彈性使用 透過這塊玻璃往那邊 看到的就是課金了 沒錯 所以它等於算是一個 合適的隔間牆 它同時也是我們的電視主角 對 但是我們如果 想要讓它隱密的話 也可以讓它比較有一個私密性 OK 來 我們這裡多做了一個 捲簾的設計 好 很舒服 對 所以如果我有客人來想要 是一個客房的話 把捲簾拉下來 隱私性就有了 沒錯 好 那這邊除了剛剛以上 介紹的收納 還有沒有什麼 我不知道的地方 有 還有這裡 我們這邊啊 其實這個門片 我們只用了三分之二的空間 但是另外三分之二 我們拿來做了衣�的收納 除了收納 這個量好大 這就是妳剛剛跟我講 我說我不知道的地方對不對 對… 其實外面我們看起來 有點像一個很大的柱子 但實際上其實這裡面 就是一個很多的收納 而且它這個柱子 會跟剛才妳餐廳的那個 大怪物 我也覺得它是一個柱子 對…就是讓它有點相呼應 對 但是它其實都是 很大的收納空間 我覺得這邊要介紹 因為它這個合適有價高 對 所以它下面掛的衣服 都可以掛一些比較沉大衣 或洋裝 下面就不會被折到皺皺的 對…沒錯 好厲害喔 還有一個地方 你看上面還有一整排的 天花板收納 對喔 所以這個收納是做到頂的對不對 對 那我們利用的空間就是走道的上方 所以妳不覺得妳在合適的空間有壓迫感 對啊 我真的想說奇怪 上面有做到頂的收納 可是我怎麼不覺得天花板有壓迫感呢 對啊 所以我們利用了走道上方的空間 來使用 其實就是上面走道上方的空間 變成天花板的收納了 對 沒錯 OK 好 那當然我們也來介紹一下 這門片我們現在只用了三分之二 可是呢 不要因為它小 我們就不用心了 還是做得很有質感 沒錯 這上面其實它是用了霧面玻璃 然後再加上一種白膜的貼紙 貼出了這個葉子的紋路 這是貼紙嗎 對 所以它其實 我們雖然是用霧面 然後中間又有白膜 如果說我今天沒有用這個畫 那我們看出去 可能就會是透明的 對 但是我們為了還是要保有 合適的隱私就是隱秘性的話 所以我們又加上了這種 白膜的貼紙 讓它感覺就是 還是有一個獨立的空間 那 各位 我們現在看到 我問一下設計師好了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看到 合適裡面的收納一個 對 那個很大的衣� 其實我剛有提到就是 外面的木皮 我們是跟大怪物的木皮 其實是做一個相互印 不要忘記了 各位這邊還有一個大怪物 好 這兩個我們都以為 它只是一個柱子 對 然後覺得設計師 這樣的設計 只是為了讓這個柱體 不要那麼的明顯對不對 對 沒錯 其實錯了 它裡面全部都有很大的收納 對 然後再不然你看這個 其實我們有設計一個流煙板 那這流煙板它是用烤漆玻璃做的 對 那它上面 我們還加裝了磁鐵 其實它可以洗 是一個很好的就是一個作用這樣子 就是多功能的 OK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對小家層來講 這樣子的收納跟這樣的設計美感 應該是很合他們的心理的 沒錯